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其他一些高级视图的一个具体创建 首先我们现在看这样一个局部发纳图 那么局部发纳图 那么它主要是将现有视图当中某一个位置进行发纳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视图处了 那么当基件上的一些细小结构在视图当中很难表达清楚 或者说呢不方便后期进行指寸标注 或者是技术要求书写时 我们就可以考虑采用局部发纳图的方式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放大的表达 那么就像现在我们在评众所看到的 你像这一块结果的话 那么它就比较的小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时候来进行表达的话 可能表达上不会特别清楚 另外呢尺寸标注也不好标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单独的给它放大出来 这样的话既能表达的比较清楚 那么也方便我们后期进行相应的尺寸标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创建 现在我们在评众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功能图为例 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局部方大图 怎么来进行相应的事情 好我们也是先来打开 给大家准备好的这样一个局部方大图的一个联系文件 然后选择新建功能图 选择还是A3的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先来创建 比如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视图 比如做这个 好 就这样子的 好 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完成 然后在它的基础之上 我们先通过一个旋转抛视图的方式 先能得到这个视图 我们创建一个抛视图 选了这一个 好 选它 选这个 这选这一个 好 确定 向右来进行抛 然后找一个合作位置放置一下 好 确定 这样完成这个旋转抛视图 做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 通过怎么样 通过这样一个局部方大图的方式 来进行局部的方大 要想创建这个局部方大图 我们可以通过执行局部视图这个命令 然后在系统体制下 我们去汇集一个局部的范围去 那么这个范围 它现在需要是一个圆 如果你先选命令 再去画的话 需要画一个圆 比如我们从来画一个圆处了 然后找一个合作位置放置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让一个局部方大图的一个创建 这就是一个局部方大图 那么在创建局部方大图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在现有的 这样一个视图的基础之上 直接选择局部视图命令 你现在只能画圆 如果你想用其他的 这样一些封密的区域的话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我可以先通过 比如说样的曲线的方式 先把这个区域怎么样呢 给它画出来 画完之后 然后通过选中这一个 选择执行局部视图命令 这也是可以的 就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圆 想用其他的都可以 那么你就先给它画出来 然后再选择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进行定义这个封闭区域或者放大区域的时候 就有两种可能性 当然一般情况下 圆形的区域 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要求的 对不对 因为既然是局部发大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区域给它圈起来 就可以对不对 至于你其他地方多点或者少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 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设置关于这个局部方大图的一个创建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的 就这样找个位置放弃一下 确定 好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的都追我们也是给大家保存一下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个局部方大图 生完这个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高级视图 下面来看一个什么呢 看一个断裂视图 断裂视图 那么断裂视图 那么它主要是在我们进行具体创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 在机械制图当中 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些什么类的一个零件呢 就是一些比较长 并且还没有变化的一个零件 那么就比方说我们比较深的一根轴度 轴度特别长 但是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呢 它都一样的 那么像这里头 如果我们要想整个的反应零件的一个指针形状的话 将会占用很大的图子不面图片来进绘制 那么在我们实际进行绘图的过程当中 为了既能够节省图子不面 又能够反映零件的一个具体的形状指针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断开视图的方式来表达这里零件 那么什么是断开呢 你看这一块 它就是一个断开 就中间这一块呢 它都是一样的 可能它比较长的 可能这个越长的 你当前这个窗口都放不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中间这些相同的地方给它断开 断开之后 那么用这个方式来经表达就可以了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创建这样一个断开之后呢 虽然说你这块断开了 但是你这个轴是多长 最后还应该是多长才能录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轴本来是600的 对不对 你没断之前它是600 你断开之后 它还应该是600才行 你不能因为这个断开 那么就导致你这个轴变短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我们需要要求在轴的长度 不变的基础之上 让它断开 才能够满足我们实际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怎么样创建这个 断开或者是断裂视图 也是打开这个连续文件 找到07的这个 好 然后选择创建功能图 像A3的一个吧 还是 在上次里面去做一个 然后这一会儿给它大一点吧 把这个笔底改一下 笔底现在是1比5改成1比2的 好 这样 你看中间这一段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中间列决给它断开了 怎么断呢 你要想断这么来做 选择断裂视图 选择要断开的功能图 对不对 我选这一个 然后选择断开位置 对不对 你是竖着断还是横着断 对不对 这个主要通过这个来进行控制 这个轴是水平轴 对不对 我就让它竖着断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竖着放的 那你就水平断就可以了 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两个选择来进行控制 对不对 就这两个 现在我们需要是这个竖着断的 然后断的时候呢 这个缝隙大小你可以控制一下 这个缝隙大小 这个缝隙大小你可以控制一下 就这个曲线和这个曲线的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你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控制 这个值越大 缝越大 这个值越小呢 那个缝隙越小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位置 到这一块断一下 对吧 然后按ESC 你这就可以了 那么在进行断开之后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这个长度有没有变化 我们选择这个晶能处能来看一下 你看从这 到这 这是不是600 对不对 那么原来是不是600呢 好 我撤销回去 我再给你测一下 你看原来是不是600 是不是也是600 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断开 这个值该多少呢 还有多少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满足我们需求 对不对 这个是需要大家 轻松这一点的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怎么做的 选断裂式图 选式图 选第一个位置 选第二个位置 好 这就行了 好 ESC 如果后地你想改 对不对 你就选这个断裂的符号 那你可以改这个缝隙大有 对不对 比如现在是10 我改成5的 是不是小了吧 另外这个断裂的样式 你也可以做成比较直线的 曲线的 这种锯齿线的 对不对 还有这种的 对不对 还有这种的 都可以 对不对 都没问题 包括这个形状强度 你看 手都可以 打开去调 对吧 对不对 都没问题 一般情况下 这种曲线的计划 就能够满足要求了 然后点确定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断开式图 或者是断裂式图 好 我们将来保存一下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这个式图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 下面来看一下 关于这样一个裁剪式图 那么裁剪式图 我们也称之为一个局部式图 但这不是局部方大图 那么他当我们基件的 呃 某一个部分 向着基本的头领面 投射所得的的式图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局部式图 就是只把某一部分给它投过去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采用了一定数量的基本式图之后呢 这个机件可能有一部分还没有表达清楚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把这个没有表达清楚的这一块 给它单独做一个式图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 单独将这一部分的一个结构形状 投射所得到的这么一个图形呢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 称之为是一个局部式图 或者是一个裁剪式图 在我们设定过程当中 它称之为是一个裁剪式图 那么就比方向这一个 我可能这个模型当中 其他结构都表达清楚了 而只有这一块这个大小 没有表达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先投影 然后再通过裁剪式图的方式 将这一块没有表达清楚的这一块 给它标注或者是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裁剪式图 我们来看他们来做 选择这个08里面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局部式图 或者裁剪式图 选择制作工程图 选A3的这个 我们选择先做这个右式的 这个图的话我给它大一点吧 比如说这个给它1比1的 然后把这个是图通过投影的方式投影过来 投影过来之后 对于这个出来的 我可能只需要让它表示这一块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通过裁剪式图的方式来进做 在创建裁剪式图之前 一般情况下 我可以考虑通过炒出的方式 先把这个裁的区域 先给它做一下 就是你要留哪一块的物件 我需要先把这个区域给它做一下 这样的话会更好的来进行后面的操作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一块你也可以去调对不对 大概调一下 对吧 然后选中这个封闭的区域 选择式图部局当中的裁剪式图 这样就可以猜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裁剪式图 或者说一个局部式图 大家需要注意 是先绘制封闭的区域 然后再选命令 这一点和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 这个局部式图差不多 只不过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局部式图是一个局部放大图 而这个呢 我们称的是一个局部式图 或者是裁剪式图 这是我们说的关系这一个 关系这一个 需要注意 顺序是先化区域再选命令 先化区域再选命令 好 这是这样一个 今天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 是一个辅助式图 那么辅助式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采用一般的正交式图 难以表达清楚零件当中的一些具体结构时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辅助式图的方式 将这个模型沿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进行投影到一个式图出来 那么就比方说像这个 对不对 我可能需要表达清楚这一块这个结构 对不对 像这个这个你要直的头 那肯定不行 对不对 我可能需要让他沿着这根面的 发现方向来进行投影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表达清楚 这一块这么一个形状了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去创建这样一个辅助式图 你看从这个变成这个图 其实就先做辅助式图 然后呢 再做这个局部式图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做 好 打开这个09的这个文件 好 然后选择创建功能图 还要选A3的 先做这个 基本的这个式图 做这个右式的 把这个给他做的大一点 1比1的比如说 好 做完之后 然后创建辅助式图 大家需要注意 然后选哪个呢 选这个线 这么投就可以了 投过来 投过来之后 这个位置可能不大合适度 怎么办呢 好 我右击选择 先将那个对齐给他解除 然后给他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放置一下 这个线不要了 好 放在这 这个箭头可以放在这 然后对于这个来说 我可能只需要 要这一块就会了 怎么办呢 就通过草图当中 画一个验诊曲线 对吧 然后这个区域 可以给他大概的调一下 对吧 这个也可以去调一下 对吧 好 填完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选择弄个线 然后选择试图部局当中的 裁剪试图 这样就行了 那么这样就完成这样一个局部 这样一个试图的一个创建了 这个局部试图是在辅助试图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一个创建了 因此呢 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表达模型当中的一些倾斜的结构 那么一般情况下可能都会用到这个辅助试图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表达 这就是用来表达一些倾斜结构的 用试图来进行表达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一种方法 好 这是一个辅助试图这一块 好 顺序这个 这个接着我们就来看下面的 下面来看哪个呢 来看这个针对装配体的一个高级试图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针对零件对不对 其实针对装配体也可以创建这些高级试图 针对装配体创建高级试图时 它的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在创建装配体的高级试图时 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的 我们重点是来看那个抛接试图 针对抛接试图在我们国家标志里面规定 针对装配体来说 你不同的件 你这个抛面线不能是一样子的 那么这个不一样 你可以让它是密度不一样对不对 也非让它角度不一样都行 总共来你不能一样 这是在创建这个装配体的功能处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再一个的话就是 针对有些件在装配体里面 是不能够进行抛切的 比如说你这标点件对不对 可能就不需要抛 那么接下来就要去掌握了 我怎么样能够让某些件不进行抛切 这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就以创建这个试图为 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如何同时实现这样两种功能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找到这个10里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打开这个虎钱装配体 就这个 然后选择新建一个工程图 还是选择比如说 我们这选一个A2的吧 确定 然后先来创建比如说 这个哪个呢 这个上市吧 好 做完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我要做一个全抛对不对 好 我就选抛面试图 选这一个 选它 确定 然后这时候系统会弹出一个 抛面试图的对话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主要是用来让我们去选什么样 你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抛的件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给它选上对不对 比如这里面 我可能不想抛哪个件呢 我不想抛 这个叫不想抛了对不对 你选中它 选到这里面去 这个时候这个件 它就不会参与这个抛切了 另外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方便线做完之后 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大家需要注意 要选中这里有一个自动打方便线 你选中它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根据你不同的件 自动打上方便线了 并且打上方便线 能够满足我们国家标准的要求 好 你确定看一下 网上去放 你看 是不是的方便线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这俩不一样吧 这俩也不一样吧 对不对 这个件也没有抛吧 那谁说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你没有勾上这个自动打方便线 它这一块就不会 不管你321的度假 统统都给你一个角度度假 那么狠面这种情况就不能够反正我们的要求 如果你之前说的时候忘选了怎么办呢 你选中这个视图 再把这个抛面视图当中 将那个自动加方便线给它勾上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抛面线的一个自动打上了 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是 这里这个不抛 或者是抛了这个件 你看我们之前做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从那里面去选了 对不对 如果我正好之后发现 我少选了 我能不能再给它去补上一些呢 或者说呢 我觉得这个件应该是抛的 我能不能再给它去掉呢 这个也可以 我们需要右击这个视图 选择属性这个命令 然后找到这里有一个抛面范围 你是不是这个件 如果这个件不 我要给它抛 怎么办呢 右击给它删除就可以了 你确定 看到没有 那么再比方说 如果我想添加一些某些件不抛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右击选择属性 还是点到第二个选择卡 选择你要不抛的件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从这里面选谁呢 比如说我这个件可能不想抛了 对不对 好我确定 这个件可能这里面体现不出来 我们这样吧 重新的去选择一个 选谁呢 我们来看啊 别选择 这一个 这个不行 这个 好像是这个 全这个吧 好确定 你看这一块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这样一个不抛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 抛或者是不抛某一个件 怎么来进处理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一般情况下 在我们国家包装里面 标准件都不能够参与抛切的 因此能像一件 罗刷 罗母 对物量等等这些件 在进行装备体的高级速度创建时 我们需要将其设备不抛 设备不抛 就是通过在我们进行具体创建 这些高级速度时 通过指定 这一块的不包破的零部件 来进行相应零件的不抛切 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还得把这个不抛切 放弃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 整体装备体的高级速度 那么我们现在演示的是 全抛速度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你要去做 比如说其他的 像半抛 旋转抛 阶梯抛 局务抛 等等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一样子的 都是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也是往内相同的 因此像那个内容 我们也是不再给大家做具体的掃明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针对装备体的高级速度的一个创建 好 另外呢 针对装备体的高级速度 还有一个是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针对这个爆炸速度 那么在前面讲装备体的时候 给大家说到过 装备体有这样一个爆炸速度 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当我们做完爆炸速度之后 我也可以在工程图里面 将这个爆炸状态的速度 将其创建出来 那么这类速度 我们就称之是一个爆炸的工程图速度 我们接下来就以创建这个为例 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当然这个爆炸 你要想创建这个速度 你需要先保证怎么样呢 这个爆炸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打开这个UO里面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呢 爆炸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可以点到配置里面 将爆炸 是不是可以爆一下 对不对 爆炸出来是不是可以了 然后我再回去给它选择解除爆炸 然后怎么办呢 我新建一个工程图 选择比如说A2的一个大小 好 你要想创建爆炸的这个试图 怎么办呢 选择模型试图 单击下一步 然后大家需要注意 选择等轴色的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 大家需要注意 你要想实现这个爆炸的效果 需要选中在爆炸 或者是模型断开状态下显示 选择什么呢 选择爆炸就可以了 选择爆炸就可以了 然后单击 这一块好像没做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我们重新来一下 选模型试图 下一步 先勾上它 先勾上它 然后选择这个等轴色 你看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放置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是这样一个爆炸试图的工程图的一个具体状件 就这么来做的 大家需要注意 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爆炸一定要有 你要没这个爆炸 你本质再大 你也做不出来这个爆炸试图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这是关于这个爆炸功能图试图的一个状件 那么做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还有两个高级试图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一个呢就是这个断面图 那么断面图 那么它主要是用一个假想用一个抛切面 将物体的母图进行切断 然后我们仅化出抛切面与物体相接触的部分 这样一个图形 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断面图 那么通常用在只需要表达零件断面的长河之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 此图形清洗剪辑 同时也便于这个尺寸的标注 断面图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 就是针对轴内零件之上的这个键巢 这个键巢 基本上都会是考虑用这个断面图的方式 比如像这个和这个就是断面图 断面图大家需要注意 它没有一个专门的命令是用来出这个断面图了 我们也是结合 先做一个全抛 然后结合这当中的一些选项 来去得到一个断面的效果 接着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找到12这一个 好 然后新建一个工程图的文件 找到A3的比如说还是 先做这个上色的比如说 好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先把它做的稍微大一点 一比二的 然后先做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断面图吧 好 做完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做抛式图 选这个方向的 这样 确定 好 网组去放 默认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全抛 如果你想实现断面图怎么办呢 选中这个试图 将这里有一个 横截抛面给它勾上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断面的效果了 同样这一次也是一样 方向不对 选反转方向 好 放在这 同样也是将横截抛面给它勾上 这样就可以了 该的时候这个你可以先不要了 对不对 这个笔定都要 然后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移到下面来 需要注意 先右肌 将对齐关系径解除 然后再将它移到下面来就可以了 同样这个也是一样 右肌 解除对齐关系 再进行相应 位置的移动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 断面图的一个效果了 这就是一个 断面图的一个成定 好 我们也得给大家保存一下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个断面图 好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是关于这个 加强筋的一个抛切 对于加强筋 在我们国家标筋里面规定 加强筋是不能够参与抛切的 因此当我们再去做抛切的试图的时候 如果牵扯到加强筋的话 大家需要注意 一定要能够让它做的不抛贴线 一定要是不抛 这样才能够满足我们国家标准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文件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打开这一个 这是一个零件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是不加强筋 如果我想在做工程图的时候 从中间可能需要给它抛开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牵扯到抛这个加强筋了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了 一定要能够不抛才行 怎么能够实际不抛呢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它能不能够自动不抛 对不对 如果不能的话 需要怎么来筋处理 好选抛势图 选一这个 选它 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弹出来一个抛面试图这一块 它让我们选什么样 选筋特征 就是说呢 它软件知道在标准里面啊 筋是不能够进行抛戒的 因此呢 它让你去选择 就是它不会自动给你选 但它会让你选 对不对 你就从这里面去选什么样 选这个筋就可以 比如选这个和这个 就选了两个 然后点确定 向上来筋做 这样就可以自动实现这个不抛了 看到没有 只要你有筋 选中上 就可以实现这个不抛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筋特征 你只能是拿筋密灵来做的才行 如果你不是拿筋密灵来做的 那么将无法实现这种功能 将无法实现 那么就比方说 现在我把这一块给你改一下 比如这个筋 我现在不这么来做了 对不对 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筋特征 我现在换一个方法 我用拉筋去做 大家想一下行不行啊 首先对这个筋特征来说 用这个方法来做 是不是有时候也能去做出来 对不对 这是无容置疑的 有时候它也能做 那么接着就来看啊 如果我们是拿这个筋密灵去做的 用那个拉筋密灵去做的 它这一块会出现什么问题 好 对出去 我先大概来做一下啊 两侧对称的 好 确定 然后把它改成这种 带边逐色的 好 我回到工程图里面了 对吧 然后这里面已经更新了这一块 然后选泡面 选它 确定 加成镜是不是选这个 这选这个 你看它这个 它就不让你选 不让你选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它就会实现什么功能呢 你看 这个是不是泡了 这个是没有泡 这个泡了 这个没有泡 这个没泡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用加成镜密灵去做的 而这个泡的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用拉伸命灵做的那一个 所以说如果你是用拉伸命灵去做的 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就不能够实现这种自动不泡了 如果你是用拉伸命灵去做的 你还想实现这种不泡怎么办呢 好 你这样 先选中它 把泡面线 你需要先给它做成无的 然后怎么办呢 需要在这里面需要补上一些线条 从这补一根线 从这再补一根线 然后在这一块进行裁剪 给它裁掉 裁掉之后 然后就怎么样呢 通过注解当中 区域泡面线填通这个命令 然后再手动填充一下泡面线就可以 你需要这么来做才行 如果你是用拉伸命令去做的 你得后期再给它单独的去改 这样才可以 因此这样来做就比较麻烦 因此也说明了 以后大家再去做加强筋命令结构的时候 基本上大家就是怎么样 尽量用加强筋命令来进行做 这样的话 后期一旦牵扯到模型的这种抛切 就可以自动实现这种抛切的效果的度量 就这么一个意思 是这样的 当然这里我们也是采用这种筋的方式来给做的 这是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好 这让我们说到 真正这个加强筋的一个抛切这一块 那么好 那么关于这个软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 高级工程图示图的一个具体的创建 那么这里我们就先暂时来给大家 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